啊 這是我接下來七天的早餐 中餐 晚餐 人 想活著你就得吃 吃肉 吃素 吃饅頭 還可以吃 來 這瓶長得像飲料一樣的東西 是代餐 這場含有人體需要的99.9%的營養 同類產品一度風靡 美國歸 既然他說自己可以當正餐 那我就拿自己做一個實驗 接下來七天我將只設入代餐和水 看看自己的身體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現在去一個醫院做一個身體的常規營養的檢查 要抽去 其實我們可以把我們身體需要的營養分為幾大類 一塊是酸大產的營養素 我們的蛋白質 碳血化合物和脂肪 還有就是我們的控物質 還有就是維生素 全營養的代餐粉 你如果只吃這個東西 它確實在營養上是可以滿足你的身體需要的 你看它有一些沒有完全融化在液體裡面的一些粉狀物 我要去喝口水 這個 今天這是我的第一次的酪飯的體驗 然後明天我會帶兩瓶酪飯一起出差 出差去哪呢 這天氣如果冰一冰就更好喝 飲食這塊的選擇其實是比較被動的 平時在工作的時候能吃的東西特別少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其實挺羨慕我們家的那個小狗 因為平時我反正出門的時候只要給它餵點狗糧 它就可以活得很健康了 然後我就在想人類為什麼沒有這樣的食物 回到這個食品本身的話 在我看來就是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食物裡的營養 那把這個直接吃下去不就吃一頓完整的飯了嗎 這邊是我們酪飯粉末產品的一個生產工廠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酪飯會用到的一部分原料 對一部分原料 蛋白這塊我們現在是乳清蛋白 大豆蛋白 另外脂肪類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就用亞麻籽油的微濃粉 碳水化合物這塊又用到燕麥粉 大米澱粉之類都有改用 因為要混合在一起口感相對更好一點 到這個工廠要用到的原料應該是在12種左右 一般是500公斤這樣子一罐 很好下一步就是罐裝就可以了 我從程序員轉換做食品以後 發現這兩者之間有存在很多的共性 就是軟件這塊也是通過持續的去疊代升級 然後在做食品的時候 它也存在持續完善的一個空間 因為這已經是我們的第18次升級了 人類吃飯主要是為了獲取食物裡的脂肪 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給自己功能 比如說我吧 我一天基礎代謝消耗需要5650千焦的能量 如果以2096千焦一瓶的代餐作為正餐的話 一天喝三瓶就可以滿足我的基礎能量需要 這瓶液體要替代掉一餐飯 那它的能量密度要達到每毫升4千焦了 什麼概念呢 這區區500毫升的代餐提供的熱量 跟你吃10斤黃瓜差不多 真的好不平衡 想到這樣一瓶東西跟一塊蛋糕的熱量差不多 我為什麼不吃蛋糕喝真的 就是作為一個食品最終還是要人來吃 那也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產品 在食用各種量化的弱飯的情況下 去觀察自己身體的變化 不知道是因為沒有吃到食物 這兩天會整個人都沒有什麼活力感覺 在同事們的要求下 帶上了我的飯去找他們 因為我們是屬於工廠出來的一個浴包裝食品 因為我們是屬於工廠出來的一個浴包裝食品 都是精涉可控的 但是傳統飲食就是 要麼就是自己家裡做的 要麼就是餐廳裡面做的 它甚至同樣一個菜 每一餐做出來的它的營養成分都不一樣 我到底大概收了多少的蛋白質 多少的酸性纖維 完全沒有概念的 這一瓶是我七天最後一瓶代餐 省了很多時間 也省心吧 就是也不用想要去吃什麼 或者是要點什麼外賣 還是蠻想偶爾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來一瓶感覺還挺不錯的 剛剛的這最後一瓶做飯 今天是第八天 現在就去醫院再做一次 對比一下我身體裡面的血脂跟血蛋白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醫生你好 我想對比一下前後兩個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你這個 你這個 乾膳脂 我也正常不知道在那裡 就這個脂蛋白質 你這個還是乖 你這個還是乖 你日治嘛 你為什麼太大學 代餐以這本東西為參考 來自店添加的營養素種類和數量 每天按照推薦的量直接摄入營養素 聽起來很理智 但這種精量化的摄入並不是完全沒有風險的 舉個例子 維生素D在20世紀初才被發現 蛋白質呢科學家至今都還在研究 營養學相對來說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 誰也不知道傳統食物裡還有沒有尚未被發現的物質 食物摄入的過程中其實使用一個各種食物之間來相互作用擴展 那它對人體的量分吸收也會有一些增加或者是降低的影響作用 所以代餐粉在這個上面可能就是沒有其作用了 在我看來就是說連續的一直吃是存在一定的影韓 所以為了絕對的安全我們通常也會 因為現在正式運營了嘛 我們也會告訴用戶說你最多連續吃五天 剩下兩天吃點傳統食物 當然這個影韓在我看來可能它的概率只有 百分之0.001%的這種一個比例 最開始人類吃的都是生肉 得了火之後才開始煮 到後面工業發展出現了包裝的食品 其實我們吃的食物一直在跟隨科技的發展 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形態 代餐其實也是這樣子的產物 你願意用這樣的代餐去替代掉你的正餐嗎 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吧 在影片中文之後 在影片中文首進去為 這幾個ем Cheryl